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主题吧 拉帽 他的正式名称应该叫做卯丁罗帽 由于组装他的方式多以拉帽为主 所以华人多称他为拉帽或是拉帽罗姆 他并不是什么最近才被发明的新锦固件 早在西元1936年美国人哈里伊沃纳就发明了拉帽 而世界上最早的拉帽被使用在美军的军机上 美国军规特地为此定定规范 NS27E30及航太标准NA241329及NAS1330来规范此类产品 事实上这也是目前世界上唯一定义拉帽规范及标准的地方 但也仅仅只有规范最原始的原型后必无花尺的美国军规拉帽 其他后续如雨后春笋般现式的新型拉帽都不在其规范内 目前国际标准及各大工业国都尚未给拉帽制定相关的规范 因此拉帽目前实际上只有国际大厂的内部规范 或景部分比照一般罗帽的国际标准来制作 基本上现况就是大厂规格怎么定 小厂就跟着超 而这最后发展出了欧规拉帽及美规拉帽两大系统 欧规拉帽以公至尺寸为主 特点为厚实可靠 美规拉帽以英至尺寸为主 特点为必破且好组装 由于美规拉帽的始祖是美国拉帽大厂A-K 因此美规拉帽又被称为A-K拉帽 美规拉帽有着必破且组装力低的特性 因此可使用较便宜的绚拉式工具来组装 而欧规拉帽一般较适合使用昂贵的直拉式工具组装 但虽如此 美规拉帽的组装稳定性一般被认为不如欧规拉帽好 其最大的优点主要是容易组装且较不挑工具 近年有部分拉帽制造商融合了欧规及美规特点 开发出薄臂版本的欧规拉帽 同样也可以使用眩拉式工具来组装 说到拉帽制成的演变及其发展过程 由于拉帽刚被发明时 主要的制造方式以车质加工为主 也因此价格昂贵 几乎只有航泰业用得起 大约1960年左右 德国人麦克伍登用冷断成型机打出第一颗断制拉帽 自此拉帽的制造方式从车制时代进入断制时代 这位麦克伍登后来移居美国成为美国拉帽大厂ATK的创始者之一 断制拉帽对拉帽后世的发展有几个决定性的重大影响 首先一不冷断成型机的产能就比车床高速时倍至上百倍 其次是车制工法有一大半的材料被雪除成为废料而浪费掉 反观断制工法产生的废料极少 仅有通孔时产生的一小片铁蟹 在材料用量上节省了一大半 由于产能暴增再加上废料少 这促使拉帽价格的平民化 同时以往车制工法为了生产上的便利 会在骑车销磅材中加入一些千元素使车制加工容易断泻 不过加入这些元素会增加拉帽组装变形时发生破裂的可能性 而断制工法使用的断料本身延展性高 除非材料本身有瑕疵 否则组装破裂的情况机忽不可能发生 这些巨大变革使得以汽车业为主的各行各业 开始把拉帽这项紧固件设计进他们的产品中 不过与罗斯罗帽这类众所皆知的紧固件相比 拉帽始终是一种知名度较低的冷门零件 尚需持续努力的推广才能发光发热 拉帽在构造上分为三个主要的部分 头部 有些人称它为耳部或唇部 若从原文来翻译它应该叫做法兰 拉帽常见的头部形状有小法兰 大法兰 柄头及六角头 每规的大小法兰头与欧规略有不同 因为其多半需使用炫拉式工具来组装 必须让拉枪头上的尖尺容易咬入头部防止拉帽打滑 所以在咬盒端做一个斜面使其与枪头的接触面积减少 使其更容易咬入 而为了增加拉帽的防打滑力 部分拉帽会在头部下方增加一些放射状的尖尺来提高防滑性能 另外有些拉帽为了防水或防尘会在头部下方上细胶 变形段 这是拉帽某接功能的部位 它是一小段的管状结构 当你从上下两端挤压时 它会往外侧胀开形成一个均匀的环状变形 最后会与头部上下一起夹紧板片 变形段是整颗拉帽最精髓的所在 虽然看起来简简单单 但却内含不少关键技术在里头 例如拉帽的组装力大小 组装板后范围及组装后的抗拉出力 都是靠着变形段的内径 外径及深度来控制 当然变形段还藏有一些小细节 并影响到拉帽组装时的稳定性 在制造拉帽时如果无法妥善控制好变形段的断制成形 当组装拉帽时也许你会看到组装后拉帽偏以及歪斜 或是环状变形不规则甚至往内折而夹住螺丝的情况 常见的变形段管壁结构有圆形 圆形带花尺 内六外六及内圆外六 其差一主要是针对抗打华丽的需求大小而有所不同 罗牙段 这是一颗拉帽中真正属于罗帽的部位 拉帽的罗牙段与普通罗帽相比其牙臂厚度偏薄 另外拉帽为了提高矛阶能力而选用高延展性弹强度较低的低碳钢 且不同于高强度罗帽使用调直或圣碳时其材质变硬来增加强度 拉帽为了防止组装破裂及降低组装力 反而使用退火制成来降低硬度 因此拉帽单雅可承受的力量并不比普通罗帽高 为了弥补单牙强度较弱的缺点 拉帽一般会比普通罗帽设集出更多的牙数 但由于牙臂较薄 依靠增加牙数来提高总体牙强度仍有其极限 拉帽的罗牙强度大约只能达到八级罗帽的等级 不过也别小看八级罗帽 它其实已经算是高强度罗帽了 拉帽一般较少应用在重负荷的主结构上 多以内装或清洁构为主 因此市面上常见的拉帽绝大部分为M10以下的规格 目前全世界最大的拉帽尺寸约在M20左右 M12以上的大型拉帽基本上非常少见且昂贵 且多数应用在主结构上 但组装大型拉帽通常也需要一些重型工具 这在后续会专开一集为大家介绍 由前面的介绍 我们了解到拉帽是一种融合了锚钉及罗帽的复合体 锚钉可利用其可变形的特性来加持固定物品 而罗帽必须与螺丝成双成对的互锁才能达成其紧固物品的目的 把这两种紧固件融合为衣食 它可以做到以下几种普通螺帽难以达成的妙用 1.拉帽可在管体或中空夹层板的内侧 轻松安装一个强固的牙孔易所附物品 面对这种应用 普通螺帽由于很难到达管体的内侧 尤其当管径很小或狭窄且锁点很深入时 普通螺帽通常只有举白旗的份 专穿管体两端 用长螺丝来锁付似乎是个办法 但是用长螺丝成本较高且增加重量 而且螺帽若锁太紧会把管体给夹扁 这又会造成另一个问题 判接螺帽或许是少数可以应付这种应用的紧固件 但当管体或是夹层板是塑胶或其他无法焊接的材质时 则无法使用 其次 焊接螺帽只能焊在外侧 除了看起来很突兀之外 受力时将全部由焊点来支撑 抗拉力远不如其焊在管壁内侧强固 因此面对这种应用 拉帽无疑是最佳的解决方案 2. 组装后除了可以固定物品之外 还能多一个牙孔来锁付其他物品 因为拉帽有牙孔又具有空心锚钉的特性 除了可当锚钉来结合多块板片外 组装后中间还多了一个螺孔 你可以利用这个螺孔来锁付一些其他的物品 3. 可把拉帽欲先固定在板片上 不会脱落且方便后续螺丝锁付作业 可大幅提高产能 这是一个非常方便的优势 因为普通螺帽在使用时 必须先放在板子的背面 然后螺丝从正面穿入与其锁合 这意味着板子的两面都必须有支手才能组装 也就是无法单向施工 若你的手无法同时出现在板子的两侧时 甚至可能需要动用到两个人 而拉帽在组装之后等于与板子合为一体 且组装拉帽与索罗斯还是同方向 你只需要专心锁螺丝就好 在产能及便利性上有很大的帮助 4. 可在薄板上产生一个高强度的牙孔 一些较薄或是强度较低的板子 如果你想在上面锁跟螺丝来固定物品 由于太薄的缘故 无论你使用自攻螺丝或是先在板孔上攻牙 都必须面临可支撑的牙数太少的问题 有时甚至连翼牙都不到 也就是强度低 稍重一点的负荷就可能崩坏 若使用拉帽组装在薄板上 可立即产生约十个牙的强固牙孔 其强度一般可轻松达数百甚至上千公斤的程度 5. 在难以弓牙的板片上产生牙孔 某些材质的板片并不适合弓牙 例如陶瓷或是超硬的特殊合金板 弓牙丝弓根本弓不下去或是一弓就崩裂 使用拉帽可以轻松的在这些难以弓牙的板片上产生螺牙 6. 可不分取代汉杰罗帽 汉杰罗帽是一种用量非常庞大的紧固件 常用在汽车及机械设备上 它与拉帽类似 都可预先组装也能在宝板上产生强固的牙孔 就强度而言 它甚至比拉帽强异到两个等级 但汉杰罗帽组装过程所产生的高热会破坏汉点附近的电镀层或涂装 因此必须在事后进行表面处理及去除汗渣 改用拉帽的优点是组装后表面干干净净 不需再重新表面处理 另外汉杰时产生的汗点 其抗疲劳性较差 在长时间且高频震动的环境下 亦产生疲劳损坏而有安全疑虑 而拉帽属于毛阶固定 远比汉杰的抗疲劳性高许多 拉帽属于中高强度的罗帽 除非强度要求很高 基本上可相当程度的替代汗杰罗帽 这一集只是对于拉帽的概述 后面会针对拉帽的种类 组装工具 关键性能和进阶应用作详细的解说 请大家拭目以待 如您喜欢本频道 欢迎订阅 按赞 转发及留下您宝贵的意见 谢谢 谢谢